好 不景气在夜市里面呢 几个铜板能够饱餐一顿 在台北市知名的南机场夜市 现在多了许多套餐的促销价 像咸粥或炸豆腐 一份30元 但你点双份的话呢 就降10元 还包括了这个烤鸭也一样 业者推出的这个促销 是买一只比买半只划算 都希望能够活力多销 利落刀法切出一片片 金黄色烤鸭肉 再来一盘大火快炒三杯鸭 蒸绑的蒜头九层塔提味 老板给的很大方 不过以往 这种上馆子才吃得到的一鸭两吃 现在连夜市也有行动车 甚至还有促销价 单切鸭肉拼了只要99元 半只两吃卖160 不过为了吸引大家买更多 喊出点全只300块 等于现省20元 这两个捡那个是有蜡的 好 差300 买一只的会比较多一点 这是比较便宜 而且它这个分量比较多一点 看准了铜板经济 夜市走到底还有更划算的 瞧着整桌餐点 不管是炸物还是咸粥 每一样双双对对 原来菜单里有玄机 咸粥炸豆腐鸡肉饭 单点统统30元 消费者要是豪迈点双份 立刻降价10块钱 会找大家一起来吃吧 外带食物进来 我没有赚到什么 我都赚到一堆垃圾而已 所以我就给他点这样 不要公交 一碗30块 两碗就40块 以往被客人带外食 和只点一份的用肝习惯 苦恼 老板娘临机一栋 推出点双份降价策略 果然奏效 不仅冲高两成业绩 也在不仅系里造就 旧消费的夜市行销学 最近故乡求传台北 报告